接着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 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 胎生卵生的这两类的众生 是来自于过去生有造作了相同的业因 做了相同的种子 所以这一生就会降生在一处 为父母为手足为朋友 看你这个因的生浅 他就定你们彼此之间关系的 亲疏远近之别 这是指胎生跟卵生的众生 那私生道跟化身道的众生 这两个比如说厕所的虫子 这些蚊子啊苍蝇啊蚂蚁啊鸭爪这些东西 他们叫做私生道或者是化身道 那这两类的众生 他一定也要有人把他生出来 某一种动物把他生出来 他不见得跟父母亲本身有任何的业因业缘没有 只是他个自己本身的习性丙性 就让他往这个地方去投胎转世 核是什么 核是执着 这是指习性 我们对某一样东西太过于执着 舍不掉了 这个习性就会把我们往那个地方去驱使 我们常讲鹅有飞鹅有什么见光性 所以飞鹅铺火一见到有光亮的地方的时候 即便耗尽会烧死自己 他还会忍不住往里面去铺 这个都是什么 都叫做习性的染拙太重 所带来的那种真正的身在江湖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看蚂蚁 你这边放一躺 他就驱过来了 你看苍蝇腐败的东西 他也会靠近 这些都是化身道 厕所的驱 那是尸身道 那个都是这样过来的 执着 那离是什么 离很可怕 离就是指这个心念的变化 你的心念变化有没有不断的 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有没有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们听过这一句话没有 我们形容这一个人的心啊 变化莫测 情识多云偶正云 我们说历界良 逼迷翻脸像翻书 这不是好话 这一种的惯性 重在阿赖也是 即便这一辈子保有人身 你未来身还是会沦为 化身道失身道的众生的一种 今天要跟各位前线 我为什么讲这一篇很重要 它道理很简单 但它重要在哪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四身的一个念 具备这四身的一个因一个种 只是过去生善业行得多 胎生的种种的后 所以这一生我们就做了人 配为天地人三财之一的万物之灵 可是阿赖也是里面还有所谓的执着 还有所谓的那一种翻脸像翻书的那种变化莫测的个性 还有那种妄想 那个种子潜伏在阿赖也是 它没有成型 当我们人道的这个抱瘦完之后 然后下面那个比加重的种子就浮出来了 就像我们洗澡 先把最表面的脏的洗掉了 接着下一层就出来了 对不对 昆道有什么 按摩霜去脚直沉嘛 你用肥皂洗的话 那个洗不出来的 然后你用生一层的去 它就会去出来 那那个浮出来的时候 外面的条件配合完成 它就会让我们上师人生 而转任到所谓的卵生 湿生跟化生 不是说今天我做人了 我的阿赖也是只有人的种子 错了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 一失人生万劫难复 又谈到了 能够保有人生的机会 六万多年里面 各位前贤 我们可能战不到一千年了 其他时间在哪里 在其他的恶道里面巡回 就是因为阿赖也是的 想跟情的杂念没有去掉 在后面会剖析的很清楚 那这两个众生 各位前贤 有自己的业余 他就不是一家人 只是有相同的习性 我们讲酒肉朋友 你拔丢去外丢丢的时候 那就是一群有相同习性的 在一起了 见名色发明鉴想成 这边就是谈到 我们人去转世的时候 我怎么去投胎转世为人 这段过程是讲这个 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要淡薄情爱 男女的欲爱的关系你要淡 包括两代之间的那一种 父母之情你都要淡 这个不但即便不造恶 阿赖也是的情想种子没有拔掉 你还是脱离不了欲戒生 脱离不了 我们人死掉以后叫做中阴生 也叫做中有生 有就是有没有的有 这个中阴生一共有七七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之内他每七天一个轮转 就像为什么就是我们古早人说要做妻呀 做妻的时候又不如理不如法 做妻都在做虐 杀身嘛 对不对 结果这些孽谁去担 死掉的人担 凡所有为死掉人做的事情 好好坏坏都有死的人去担 所以我们活着 你事情没搞得好事 你要抓不完 你还要说也不够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这个情况少 整个有完处 四大人回去要办到 这是以前人为了要感谢亲朋好友 来这边有没有 缅香啊帮忙谢的 以前不懂我们不去论他对错 现在我们懂 凡那一天的杀业 杀身所造成的伤害 不论杀了多少 全部交给死的人带走 有什么 我是为了你去担 如果没你死也没这担 你看那真的是叫天坚不应 叫地地不灵 人没有死以前 很多人不相信有前世今生 死了以后有没有发现来不及了 那个年纪大的人对死又很避讳 你看坎死亡啊 那个明里的人 谈到死亡有没有 他很坦然的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谈了 我常常跟老菩萨在一起聊天嘛 那个如果一听到死字那个脸 马上花蓉月色会变得有没有 我下面就不说了 为什么我怕你戳起来 怕死了 听到死这个字有没有 就不舒服了 眉头就皱了 这个世界上有不死的人吗 不死会很快乐吗 大家都死了 像你一个有快乐吗 你修到修了几十年 连一个死都没有看破 年轻的怕死有原因 责任没了 年老的也怕死没有交代了吧 那就是你贪恋花花世界 那因为这种贪恋 因为这种避讳 你没要交代 除非你的几十年 都在修到 那没问题 如果没有修 麻烦就出来了 大的小的意见不一样 依谁 后学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就很早就跟我的公婆 谈这个问题 那个就是我讲的 文史色变 我就不谈了 不谈有没有 我观念告诉你 你避讳你不去交代 后面的事情 你自己在这里 父子相见 黄泉路上相见不相似 我做媳妇 把我懂得告诉你 你怕 你怕那就是你的事情 那将来临死那一拐有没有 你真的会大麻烦 那不不是小拐的 你都杀鸡杀鸭有没有 那还一只一只 蜡啊蜡啊 都产奏会 现在又很喜欢吃鱼软 这么有 所以人不要怕死 你怕死做什么 怕死如果就不用死 我们就一起来怕 怕死还死得早 每天都在喘 日丽一天天跑去 有没有 想到死就害怕 所以有人前线一下 一贯道道青死了 一贯道的苏胜 死了肉体就软固固 软了才叫做苏胜吗 但硬呢 每个人都会软吗 不见得 不是因为一贯道的问题 是你自己本身有怪 你不敢死 没要离开 就像梁山伯根注音台 哎呀再见了就好了 他要念一句歌 他就把它留下来 然后他要回头 他要把它拉住 是不是 这边仙佛把你灵事带出来了 然后哎呦 肉体不敢离开 不可以开 再回来 这边拉 这边托 你的身体 各位前线拉来拉去 有没有 你的力量越来越强 那个阴尸体就硬了 所以我不喜欢大家 用这个东西来表示 一贯道的苏胜 你会造成盲点 那如果他不软 那就表示一贯道有问题吗 跟修为有关系啊 你如果看法方向 没有反道拜德 百分之百都不能说过 你没有卦碍嘛 灵性修为就出去了 你有卦碍 各位前线 那个苏胜在你的身上就产现不出结果 他僵硬了 他怕嘛 我们怕的时候你会跑吗 不会动了 意思就是如此 所以有一些东西 现在就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 你不要去执着 但是也不要说 没有我们就担心 这样也没有意思 善用自己的时间就好了嘛 是生是死 由不得我们 这个就万般都由天了 天的事情 你不要帮他挂的 因为什么 天公非 要我们国家有地匪啊 怎么样对安排 对我们最好 就交给天就好了 所以我有时候跟道清在聊天啊 我这个人敏感度又很高 你的脸一变 我就知道这个话题是你最在意的话题 通常我就不会再深入谈 那中阴生他要去投胎 49天内他等到他的夜阴夜圆 跟他有缘的人 前面讲过 要有相同行为照做的 所以不是他的爸妈 他不可能去的 他去是怎么去呢 中阴生要去转世投胎的时候 所有周遭的旁边 不是他的有缘人 他是漆黑一片的 我们人有相光性 哪里有灯 走在深山野外 会往有灯的地方走 他会有一个光线 就从他有缘人的身上 产生出来 所以你不要说 我后面是不是会减到路了 你放心 自己没缘的有没有 你不会去找他 因为旁边都是漆黑 让你看不到 就像我们眼里 只喜欢钱的时候 见前眼开 别人都看不 看到那个大卡车开过去 有没有 啊 那里面有一千块有没有 这样整拆的 这样晒过去有没有 这样不可以不可以 看不到大卡车的轮子 伸手去捡 结果钱没捡到手断掉 眼里只有钱了 或是看到那个漂亮的妹妹 有没有 那个钱到色心壮 看到漂亮的妹妹 有没有 一直走一直走 看不到红灯就往前走了 结果一辆车就过来了 然后被撞到的时候 头还是歪的 见前眼开 见色眼开 这个叫做有缘人 你就目光只在那个地方 那什么时候那一点灵光会出来 投胎转世的时间到 去投胎转世的时间到的时候 他人类的转世 他一定经过男女的一个交合 对不对 所以男女在交合的时候 属于我们投胎的时间到了 他那个地方就有明光出现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一个灵魂 Q一声就到了 不是偷偷走 灵魂就说 我现在八十回家回去 比较不方便 后来是不是找妈妈找 比较慢找不对 你放心 我们的灵魂没有这些问题 嗅一下就够了 够的时候你就站在旁边 所以我看这段经文坦白讲 我觉得蛮恶心的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所以清修的人真的很好 然后他会站在旁边 他站在旁边的时候 父母在交合的过程里面 如果他将来是要转成儿子的身 他看到父亲他就讨厌 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了 他母亲交合的那个对象 如果他要转成女儿身 他看到他的母亲 他会讨厌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再讲 同性相识 异性相惜 在我们要投胎转世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清修讲得很清楚啊 见明射 射就是静 当你看到有那个光亮的静 产生的时候 你这个中阴身的灵 马上就到 马上顺着光 到了这个地方 看到那个情境 你的妄想就出来 然后意见 就是同性 看到自己要转成男儿身 看到母亲的动作 你就会讨厌父亲 这个就是同性相识 异性相惜 当有了这个动念的时候 留爱为种 那一种的一念的妄想 譬如说你入胎了 把自己当成当事人 你就入胎了 留爱为种 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然后就开始有了受精染 就开始长成 于是有没有 那想为胎 怀着这个那收纳 怀着这一点的情想 对于情的一个妄想 你受胎了 交购发生 吸引童业 所以男女的交合 会吸引跟你有关夜阴的人 来投胎 转世 依着这个因缘 而有杰罗兰 恶不胎 这个都是人在胎里面的 我们讲几个月 几个月的那种胎型 一开始叫做受精卵 后来几个月几个月 就开始长出不同的东西 就会佛陀给他 不同的一个名称 佛陀一共 人在胎十个月 七天一变 佛定位成五个位次 五个不同的名称 来代表这一个 这一个胚胎 他的成长的一个相貌 有一本件叫做 菩萨注胎经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这边是讲两个胎的意思 两个胎的形状告诉大家 所以为什么讲 你要出六道 你要断男女的情爱 原因在这里 这个男女情爱不断 将来有缘人来的时候 你对境会起新的 所以我们将来每一个人 按照后学的想法 你最起码有一生要经历 清修的这么一个关键 证明你离开男女情爱的 一个诱惑 这是我的想法 我在经书里面 是没有看到这么肯定的答案 只是心里想 男女情爱是造成 欲界色身的一个种子 你不断就是不行 所以不要走到哪里 一定要牵着老公 一定要牵着什么 牵着太太 那么行影不离不是好事 当然找工作要牵着对方 催大事 要拔手我就乘到我老公了 要吃东西 我感觉想到我自家 看事情 这是开玩笑 意思说你要看事情 不要走到哪都要想到哪 乖啊 去到哪里 老公啊 你有睡好吗 睡不好你怎么 你要退一睡吗 是吗 你讲那个都是很没有意义的话吧 你看到我们一天里面到底讲了太多无意义的话 你吃饭了没有 没吃饭怎么办 你马上回去煮给他吃吗 我从来不问 我从来不问 门关好了 OK好再见 其实连这句话我都没有问过 他不打来我从来不打回去 我跟你讲我是这种个性的人 所以有人说你太无情 不是无情 我该做的都做完了 我有那么多的无聊的话在什么 那会让你的情爱一直磨合 尤其我跟我先生感情太好 静下不但有没有 将来真的麻烦事大 我跟他是过去生善缘结合而成的 所以这一生他为我牺牲奉献 我敏感五内 但是也不想继续砍脱 我说以后大家相见是在道上走修行的路 我为师父你为徒弟 或者你为师父我为徒弟都可以 你只要阿赖也是种一个念头 我做师父你做徒弟 好好照顾你的老师 不要让老师吵玩 自己爱他努力 动养不可以少 我做徒儿你做师父 不要让你徒儿去外面化缘 他自己的姻子就不会有了 这种事情不要叫他走 你做老师的就要替徒儿想得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男女情爱 转化为这么神圣的师徒之情 他想一想好像不太对 但是不对在哪里呢 天机不可泄露你 点到为止 我说就把我这两个交代 记在脑海里就好 其他不要想问 地味打开就知道要怎么去做 你就很骗 就知道这种的味道不能给他硬好 硬好后来你就吃开了 这是讲笑话 但实际上我是这样交代他的 男女情爱要断 你说如果这样我如果没有挂念我们老婆 挂念我们孙儿我们儿子可以吗 同样 韩山跟石德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转世 那时候跟阿弥陀佛一起来的 那两位有没有一个是什么 是在庙里面做打扫的 一个是在外面的 他不是庙里面的 他这两个人很投机 当然呢 大菩萨来相遇有没有 他相遇固知当然投机 就像我们看到大家彼此都很投机 又有相同的志向 然后有没有在庙里的这一个 石德 庙里的是石德 他为什么叫石德 因为是国君老和尚在路上捡过来的 小孩给他吃大群的 外面的那个叫做韩山 韩山在外面修行 石德常常把庙里面村的菜饭 这两个人有一次到外面 一起去交友 当然不是现在的他亲 两个人到外面去 看到整个鞋子一瞬 一个庄角里面办喜事 两个人一看就开始笑 嘎仔是婚事 那如果是三次这样笑 有人说戏 两个就在笑 然后就在那边敲就唱 你看他唱的里面的内容 大菩萨讲话是不打妄语的 不是实话 他一句都不出的 佛的三十二项从这边修成的 所以你不要讲 我们看人要说好话 各位前嫌妄语不要乱打 什么叫做谎话 这个人明明八十了 你看起来 我哟明明好像十八岁 虽然不是说拍位 但是这个太离谱了吧 不该讲的话都不要说了 于是他们就唱了 他说啊 阿公啊 死啊 那个皮有没有 那个大骨的牛皮是阿公的皮做起来 然后呢 孙娶阿嬷 重点就是这个 孙娶的是阿嬷又来的 这样百分之百 阿嬷要死的时候 过年这个孙 哎呀我现在要回去了 孙要不大 孙娶阿嬷 看他说我娶大 阿嬷什么要把他照过 你这娶娶的娶 他把他疼心吗 我的筋孙又不敢吗 阿嬷你就嫁给你孙 这是实情 临终的那一面 很可怕 然后他又讲了 过去的鱼虾 现在都在旁边坐在那里 人家 做人家 做亲家 朋友 给你带 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有没有 阿姨 阿姨 阿姨就去到那里 到那里的鸡鸭鱼肉 就是他们转的 所以六道仲称是这样子要连转 多被哀怜见识 就像建育的妈妈 看到那个小金孙的时候很高兴 高兴就好了 有没有 阿金就交给你的心目 你们儿子去讲 他不需要那么高兴 如果儿女可以照顾的很好 你做阿公阿嬷 你不要管太多 你管得多 人家脆里脆到要死 然后你又妨碍到自己将来 这一段流程 就是如此而来的 你看这个念多重要 胎软是化 所侵所用 四身的众生 不同的形体 随我们自己造的业 将来他就会感应出 这样的一个肉体 那这四身的众生 造什么业呢 软为响生 会投胎赚软生的 像鳄鱼啊 他是软生吧 他有鳄鱼蛋嘛 对不对 像鸡啊鸭啊这些的 他的妄想太多 生前做人的时候 假如妄想太多 这些妄想心会逼使我们去造作一些不好的业 包藏或心了 你看李林府像秦宦 这些大奸臣 鬼刚在想一些见不得人的念头 去迫害忠臣来兼什么 兼顾自己的权势地位 这个将来都还要再到卵生道里面去投胎 因为八十田这种种子种的太多了 所以整天在那边想着一些有没有怎么样去占人家便宜啊 有没有安装个人家便宜啊 那也是就有这个东西 种软生的种子 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 某一个 这个油品业的供应者 卖的橄榄油 摻了大豆油在里面 他标函国外进口的纯橄榄油 但是他在里面有五十%是大豆油在里面 那其实也不过就是吃的品质的好与坏也无法 但是大豆油的色泽跟橄榄油是截然不同 为了要让他一样 他放了人体不能够去拾取的什么 色素 那个专有名称我不会讲 他就造成了对人人体的危害 各位前景 这个就是包藏祸心啊 阴谋诡计偷金竭量 希望谋得自己的财富 这个不是地狱道就没事的 地狱道受完刑法就要到畜生道去转 畜生道转完就到什么 鬼道你都要去轮的 这都不是好事 像前一阵有人卖米 劣质米充当优质米 你要做这种事情 你想想看 你看你是不是都要把那个比例都要算好 摻得太多容易破功 摻得太少好像就不能一本万利 在这个过程里面百般计较 事情破暴露之后东窗事发 还要面对大众媒体百般的狡辩 各位浅浅 这个都叫做包藏祸心 这个都离不开 胎软生道的种子 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 现在在学到 不可能有这种心 在以前没有学到 乃至于过去生的时候 这个种子会不会在里面 会 很简单 看我们自己这一生感召的人生 你就看出来了 贫富贵贱闲鱼不孝 在人道里面都还有死法界 有不同的等级 这个就表示过去的妄想无名 附在上面 所以你在转世的时候 只是你的善业大过你过去生的恶业 恶业就潜伏在那边不起现行 不是不见了 你的善业先受报 受报完想完福 没有再造善 下面的恶业就起现行 这个叫做种业先感 清业后报 所以为什么要回光返照 不要以为现在没有 我现在没有以前敢不 我拿我来讲 我小时候就犯罪 小时候跟人家玩检红点 简红点算钱的 小时候 跟那个隔壁的邻居 我那时候好小 现在想一想 那个 那个阿姊妈妈 不应该 对不对 一分一毛钱吧 我有忘掉了 那在晚上我一直输 一直输啊 我都不会 我只会四对六 三对七啊 我就一直输啊 于是我就趁他离开的时候 偷偷看他的牌 看他手上还有什么牌 这也是包藏或心啊 我记得那时候 还是我姐姐在旁边一起 结果以为天衣无缝 没有想到手足相残 那个阿姊一回来之后 他就跟他讲 我妹妹刚刚偷看你的牌 这是实情 虽然是儿时的一个动作 他就显现我的思维不是很好的 很干净的 小的以前年轻的时候读书 也为了要逃掉那个车票 车票的钱 跟那个司机有没有 车长火车的司机 检查的 检票员有没有 做捉迷草 这也都是啊 所以我就听到很多前行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 跟道界有关的事 我就很赞叹 后学有 所以当我去回想到 儿时的这些的行为 我就知道惨了 我的阿赖也是有这个种子 我也去偷过人家的菜桃啊 萝卜啊 都做过 不要轻乎那个行为 那么小会做这种事情 就表示过去生活 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那这一生侥幸走修行的路 要把那个种子拔掉 所以面对自己的过去 你能做的就是忏悔 忏悔之后不要去重蹈覆车 就把那个种子给拔了 真的拔了吗 对近练心 境界再来 看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 结果昨天就马上碰到一件事情 我礼拜二去走 走了五个小时 一路上没有捡到一毛钱 结果昨天道卿告诉后学 他跟我们的在座的某一位前嫌 到我们佛堂外面走了一圈 散步吃饱散步 捡到五百块钱 后学就想明天开始 今天晚上开始 发动大家走每一棵小树 他在树下捡到的 对不对 我们去走树 每其名叫散步 其实是要寻宝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五点钱没捡到五百块 对不对 你建年打出去就五百块 明天开始 不要走淡海了 我就走外面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还有非来的什么 恒财可言 这些都是笑话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拔掉某一种 不好的妄想 可是当境界再来 你的那个心念是什么 早知道为什么不走那一条路 那就表示 这个妄想还在那边 所以人要走出你的窝居啊 你要走进佛堂 走进人群 要在承担工作的当下 看看自己 有没有自己想象的 修得那么完美 这就是随其所益 那这叫妄想 那胎因情有 因为这个妄想当初是包藏或稀 外面有一层果子 所以你再来转世的时候 外面就配这硬壳给包着 所以人的一切的外貌啊 六道众生 十二类众生的外貌 是自己选择出来的 不是上天替我们安排的 你看这个安排的多好 那胎因情有 男女爱情 男女情爱 所以人要看到男女的情爱 所以眼前就算是 哎呀我们现在看到帅哥 看到美女 没有邪思妄念 但是看到还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那个不是你没有 是有 但是我们所学的理意观念 让我们不敢有非分之想 如果连根拔掉 你看到任何一个人 你是没有任何的分别 他就是一个人而已 没有必要 你何必去区分男相女相 美的或者是丑的 对不对 我讲没有必要 跟你不相干 路上走过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区分他 这个叫做情啊 那这一个情 各位前嫌 是很难连根除掉 因为他是我们 投胎转世的种子 身外之物很容易去掉 学一段时间 酒色才气 我们就弄掉了 可是我们当初 因为一念对情的执着而来转世 在存续的这几十年的光阴 又在这种情字的包围之下而成长 甚至最后在家人的温情的关怀之下 我们归空了 心里面没有定律 你最后的那一念 又落在一个情字 又去了 又去转世了 所以我们讲贪财 可是贪跟爱在佛法当中 它是一体的哦 有贪就会有爱 贪财就爱财 她的男女之情 你就爱情不能捨 所以你不但是不可以的 师生大的众生 出生是软肉 没有咳的 锅牛 对不对 产北亚这些都是软肉 或者是蛆 去 苍蝇生的蛆宝宝 那现在因为文明世界 没有这种肮脏的环境 早期我们50岁以上都看过了 环境好了没有 不会 你现在大陆上过去还有 我没去过大陆 听我父母告诉我的 在地上挖一个坑 上面架两块木板 你就在上面 进行大小便的排泄 然后走的10个20个 然后那个大便 永远沉淀在那边 就容易让一些的苍蝇 在里面生她的孩子 它会变成蛆 腕猴走动 然后一直击一直击 寄到了没有 下个雨水 它就流出来 所以早期我们的生活环境 真的蛮恶劣的 但是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它也促成我们 就在不好的环境里面 也能够生存了 真的是十四造英雄 这个是就是 和就是执着 私生类的众生 它已经撕掉了胎生 卵生的这样的形体 它变成私生类 私生类的时候 它的形体是很维系的 很多的 对不对 然后它生长的环境 是很恶劣的 那是来自于执着 执着什么 执着情 执着财 执着自己的脾气毛病 各位前 它就会让我们 念念不息 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就往那个地方去脱胎转世 比如喜欢吃有没有 吃好的啊 我一定要山珍海味啊 我要满汉全息啊 没有这种几十道菜有没有 我就食不滋味啊 或者现在坊间很流行的 跟着餐桌走 那天我看了一个节目 是新闻报道 说某一个夜市有没有 在屏东开了 去访问到在里面吃东西的人 好几位是台北下去的啊 为什么 他说因为听说某一个摊位 卖的东西很好吃 所以爸爸带着太太带着小孩 就来逛夜市了 坐火车下来 好几位啊 我当时心里想 那是吃什么东西啊 我好像想到屏东那条路 要坐车吧 不要说坐车 塞车为了很辛苦啊 他居然就为了吃 这个就是阿赖爷里面中的不好 或者我们去追求 追求什么名牌包啊 风行的食尚啊 跑到国外去 那一年跟前人到什么 到法国去逛了香榭大道 前人说这条街都是香榭大道 所有有名的名牌都在里面 旁边是凯旋门 不过一定要去巴黎铁塔 坦白讲 我连动都不想动 假如不是为了要配合整体作业 我连那个门口都不想走 因为那个跟我不相干 一来价钱太高 二来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觉得我的观念比较保守 我不了解衣服 为什么要做得一边高一边低 歪歪扭扭啊有没有 然后什么我不懂为什么 我从小到大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 所以我以前看人家剪头发 剪到这样斜下来 后学曾经讲过 后学女儿 在你研究的时候 有一次她剪头发回来 剪回来的时候 她叫后学看 剪得好不好 我一看我认出 你找哪一个没法师啊 全部给你剪歪了 我哪里歪 我说你前面没有棋啊 这样斜下来的 我说你怎么这样子 我说剪歪了 我说你不知道吗 她就知道了 妈 这是最流行的发型设计 就像我们的裙子 不是有这样斜下来吗 她头发是这样子斜下来 我们过去不是马桶盖吗 不跟你讲了 只要你看都是浪费 我才知道有那种头 那个会好看吗 那个还要设计师设计吗 我通常失手产生的作品 就是这种作品 是不是 所以以前看人家裙子穿成这样 我都以为设计有问题 我真的最早以为设计有问题 后来才知道那是流行趋势 所以我就闭上嘴巴了 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内战之前 这表示过去生 对于外貌 我没有很多的追求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通常都把一个脸给人家看得干干净净 再坏还能坏到哪里 已经坏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将来比现在好 要比现在更好才最重要 就像我们和讲师的 要使来世胜今生 末使今生胜来世 这一辈子长来 可能就是我永远就是这个 这四人最漂亮 你下一辈子要比现在更漂亮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讲的执着 执着这种东西 当你执着名利权势地位 你就会起邪见 起邪见就做不好的行为 李林普勤快有没有 有 我讲的那个奸商 卖米餐炸米 卖油餐炸油的 有没有 有 所以不但有私生的种子在里面 胎也有胎卵生的种子在里面 对不对 都在里面 那请问你 他摊这么多做什么 我看到那个卖油的董事长 摊油十几岁了 你摊那么多材费創下 组队要给他的儿子 给他的孙 那情也在里面 所以人啊 不是因为做人 其他的种子就没有 有 所以生前的时候 趋炎富士 唯利是图 没有骨骼 没有骨骼 所以老天就把你骨头拿掉了 让你软狗狗 趴在那个地方 你没有骨骼 你没有正确的人生的志向 给我们做人的资格 给我们做人的行体的时候 我们没有善用这个色身 我们随波逐流 静坐一些 为义己思义打算 然后不惜去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你失去做人的骨骼 骨气 上面就把你抽掉了 就将来给你做一堂烂肉 软肉 就生在大殿坑里面 生在垃圾堆里面 它就是烂泥巴里面 很多的寄生虫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人的美貌 外貌美好与否 真的跟父母都没有关系 是自己要负全责的 话语离义 离义是变异 昆道比较多这个问题 春天敢流行穿什么 秋天敢什么 然后今天裙子忽长忽短 有没有 领口去做文章 然后头上绑过来绑过去 反正想太多的东西 双眼皮搁一搁然后融融鼻子 这个已经是现象界太多了吧 反正看到镜子对自己这个 现在的样子就不是很满意 这样子喜欢变化你看 没有恒常心 对外貌没有恒常心 做事情喜欢半途而废的 所以刚刚开始你的瀑布 后面的时候有没有 冷嘴嘴不想做 没有恒常心 没有恒常心 对东西容易生厌倦的 所以你现在会理解了吧 为什么佛制 三一一波 为什么佛制 只能化缘不能自己淫生 他都是要淡薄你里面的那种我质 所有这些不当的贪爱 都是对色身肉体的贪足 你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 就是让这个身体享受嘛 为了要人前写药 所以不断的求变化 这一种种种信念不定啊 各位前写喜心厌旧 后面就有机会做化身道 蟒毛啊 蟑螂啊 蟑螂啊 毛毛虫啊 蛇啊都要退皮 看到没有 毛毛虫 长大会变成蝴蝶 蟑螂 蟑螂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一生的生命的成长过程 他是不断的改换他的外貌 我们有从小到大有脱皮吗 除非开水烫到 是不是 那静雄那好像没什么变化 看到小寒的那照片 结果到现在看起来差没多少 是不是 当然不要看到皱纹都差没多少 那看到那个太细了就看着差太多了 所以人 我们最起码过去这一方面没有那么严重 不是没有 有 没有那么严重 做人的种子种得多 所以先保有人生 可是保有人生 过去生的这些的习性 会在阿赖也是存在 他就形成我们现在不断的变化 吃 饮食最容易看出来 奇怪 长也吃这个 明天也吃这个 那每天都吃这个 前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名的 发现一个很好的作品 实际上也是误打误撞 那一天没有煮饭 没有煮饭晚上时间到了 什么办法呢 用面粉 跟高丽菜 胡萝卜 对不对 然后切一些火腿丝 就把它煎成了一个一个的饼 把它煎成饼 因为平常很少煎 这样就应付过去 有饭也有菜 所以女儿上来一盘 先生上来一盘 他们觉得很好吃 因为很少吃 对不对 然后女儿就跟我讲 妈妈你煎厚一点好不好 煎厚一点很像大板烧 那更简单 明天开始一大早就开始煎 有没有 然后先生一盘 女儿一盘 然后晚上继续 你一盘 她一盘 我也不过做了四次还是五次 连续下 我临走礼拜五要入班的那一天 我还交代我先生 高丽菜用完 那你还记得拜来去菜菜买 因为我礼拜回来菜菜就收起来 拜他菜菜也休息 我说高丽菜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做大板烧 我说永远 我女儿在外面 就开始说 不可以让他起兴趣 一起兴趣 有没有 我打给了大板烧 我了解有没有 他们好像对这个东西太喜心厌旧了 我就觉得四五顿也还是很少啊 那大家都这样你看看 做家庭主妇我还欣赏 是不是 所以后学的儿女就是被我锻炼出来 一样东西我煮上手了 我少说煮他十天半个月 我一定顿顿让 为什么 因为我的记忆不断的在研发 在提升啊 在提升啊 所谓的研发是我希望想到 可以也可以做一些菇类啊 对不对 菇类也要技巧 因为菇类容易出水啊 然后可以放一些胡椒粉啊 可是他们的反应 已经让我没有研发的机会 我本来想说 今天的蜜蜜在这里看看 对吧 没有 后来我女儿这样一句话之后 我先生在里面 又有一个反应出来 没有 她说这一句话 你女儿昨天就讲了 吃到第三次她就在讲了 那我因为要赶着到佛堂 坐成讲师的车 所以没有时间耽误 就不能给他们机会教育 因为这样子对于隐私的追求 这个叫做什么 没有恒常心啊 变化无常啊 喜喜厌旧啊 做妈妈的心 要了解呢 我是要你们的境界提高 老爸要做方法 好行啊 是不是 我这样用心嘛 这个讲起来是笑话 实际上各位 我是在告诉各位前行 你如何去简别自己的修行的伙候 当然我不是跟你说 老爸你打斗都同样咯 那你家破人亡不要怪到我啊 那先生要跟你理人 小孩没有回来教我 你别把我怪到 对自己 你就比较简单一说 有小孩有朋友 我如果去你的家 你就不能这样 千万不能 这个修行有没有 你对外对内要分出来 对自己 不要那么麻烦 对别人要考虑到人家的接受度 那我就是没有这个同理心 忽略掉他们表面的关系 是很快就消失的 我就沉溺在自己的发明当中了 啊 连煮了五顿 连煮五顿 早午晚 为什么五顿 因为做了一个便当 好不容易做出山珍海味 请你带便当 对这个叫做便衣 对这个叫做便衣 你对于花花世界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你有不断的想要求便之心 你不甘于这个样子 那个都不好 所以你看各位前 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 前贤的染着是少的 从哪里看 从各位前贤的衣着来看 我们常常出现在佛塔 不是A装就是B装 对不对 那你穿这两种衣服的时候 穿得很自在 你就沉了 你不要说这而已啊 就这么一个小节就看出了 你在色的方面 你就破了 没有便衣心啊 到现在如果说 又穿A装B装 奇怪什么时候 我重备那些衣服 你能够穿A装B装 就让人看看 那这样 这个地方你还要去注意一下 如果穿得很高兴 咖在装B装 都有规定 穿这样就可以了 不然整天要烦到 那些衣服很脆脆的 你如果有这个甘不耐心 这点就敲过 所以佛堂病这个是有什么 有好处的 这个也是破裸子的 素食的东西要怎么变化 坦白讲 变化性没有那么多的 你能够甘于这样清淡的饮食 那也是帮助我们在超越那种 我值得主宰的 因为吃 睡 穿 是你一天24小时里面 你没有一天能够免掉的 所以从这三方面去检查 自己内在的火候 是最容易看出端倪的 真的很容易 那这一点后学对外貌不在意 但是对吃的荣耀 还有不能突破的盲点 所以上一次去餐班的时候 台南智德佛堂 负责主理 准备两天的菜饭 他里面煮了一餐是红烧面 煮的很好吃 太好吃了 为什么 因为他配了韩国泡菜有辣的 结果这样美食当前之下有没有 所以各位讲不能贪吃啊 神志就不亲了 然后我们的熟容姐坐在我的旁边 我说哇这个真的煮的很好吃 哪一个佛堂煮的 她说是智德 我说那这样子下一次的班期交给智德来煮 对不对 她说不可以 因为这个都已经分配好的工作 她要吃有没有就来智德吃 接待欢喜班来讲课就有得吃 好啊没问题 答应以后才想 真的有够冲动 因为到智德讲课 比到戴德来太难了 戴德可以走路 智德不坐车就不可以 坐要三点多钱 不然搭车也要三点多钱 所以各位请写 你看一个食物不能突破 有没有 一念的无名 就做出这么冲动的决定 但是好在这个决定还不离谱 对不对 有一个原动力把我推到那边 但是讲师讲课 为了这个东西好像就不光彩 可是是在那个情境之下答应她 所以各位无畏师责任重大 对不对 要吸引讲师 美食当前 讲师的修为通常都没有很高的 都是讲得很漂亮 就像我们合讲师讲的有没有 然后里面没有很高的 讲师听起来不舒服 你就放在肚子里不要说出来 说出来就符合我讲的话 真正是我没说改变 水讲水拼出来 这是我们用到场一些事情 来看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 看待自己的修为有没有提升 虽然是小事一桩 但是基小事会成大事 这些心念没有淡化 未来生会出问题的 情想合离跟相变异 胎软是化 胎因情有 软因想生 对不对 合就是执着 失生 离是化生 这个世生的 这个形体不断的在变 所有受业 受是因 业是果 这一种变化 是因为自己 所种的业因 所感的一个业果 你是不断的轮的 只要三界没有出 六道没有拖 我们的形体外貌 就没有成一个固定的形状 它会不断的变 所以 众生的世界 是这样形成的 接着我们剩一些时间 我们就来谈一些人道 在日常生活里面 刚刚讲过 父母 儿女 手足 朋友之间 他有相同的业因 特别是前三因 父母 手足 儿女 对不对 他会聚在一个家庭 家庭圆满 我们就不再探讨范围之内 我们讲顺境不受 有可能做得到 逆境还要顺受 对大部分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即便表面受了 心里面有种种的不平 我有我的怨的 我有我的气的 我们讲逆来顺受 是连怨都不可以起 没有不平之气的 你都不能有 实际上 不论佛经也好 道家的经典也好 他都把这样的一个 五轮关系的形成 他解的很清楚 散落在各部经典当中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一生我们遇到的一切恶业 一切的恶果 承担的恶果 承受的痛苦 跟你过去生造的恶业 有直接的关系 譬如我们讲手足 你看人家恐龙让泥 对不对 奇怪 我家的手足 怎么整天兵戈相向 对不对 我们也看过新闻啊 七十多岁八十岁了 还为了门前的那一块地 有没有 把它围起来 不让对方走 那是整个偏远的地方 那个所在 隔到没有两千块 两千块 他不放他哥哥 两个兄弟 从年轻打到八十 还去法院告 这个是具体的新闻啊 我们看到 我们也看到了 手足 成家立业之后 有没有 相见不相似 不毁谤你已经是什么 对你很客气的 背后是这厨子 说一大堆 见面两个人就开打 或者有时候 拼着你 手足有没有 占到你的便宜 钱财有损失了 原因在哪 假如周边有这样的手足 财务有损失 情感受创伤 那是因为 如果你是受害者 弱的那一方 被欺的那一方 我给你一个角度去观想 过去生啊 我讲他只是一个因哦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哦 所以你不要不舒服 他有一个因是这样子的 过去世你跟人做朋友的时候 假人假意 表面上虚无问暖 被子里肚子里面一肚子坏水 去设计朋友 占朋友的便宜 侵犯他的财产 我们看了那么多因缘果报 不是有看到这种故事吗 你欠他的债 你把他那边偷来的越多 你让他受的伤害越多 你们将来就会做受罪 他要从你身上拿回去的 拿你的钱财 他也要迫害于你 偏偏他又 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这一辈子的加害者 他是未来受害者的呈现 他就觉得好像比较软弱 别的人看起来以后人去世 其实苏世上不是这样 他的阿赖耶士过去造作了这个行为 他理亏 所以阿赖仪式里面的东西 他就会属于弱有 这种二种是在里面 那那个被害的人 他是因为被人家家 他的怨气很强 所以有没有 他是乘着那股强力的怨气 他来去找你 那我们阿赖耶士里面 因为有七人这一股 我们领区的 我们造作的恶行 所以在我们投胎的时候 他就集结在我们的命宫里面 所以为什么看你的八字 会知道你的命在哪里 他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 他就开始起作用 外面的圆就会起来 所以你看今天小小机关 小小的时候 好大小的完结 烧打烧台 时间不到 到了时候 一件东西他就产生了火花 他就开始斗 他就开始伤 你躲不掉 你没有进化掉 你躲掉 这是手足之间其中的一个阴友 所以我们过去生都不是陌生人 我们过去生是陌生人 这一生不会聚会这么多次 原生原浅 因为还不够生到可以做我的三轮关心 但是必然有一段因缘在 那这段因缘还是好的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才以善缘的面貌相见 这是手足之间的强害 这一生被加害的人 过去生你可能是加害别人的人 另外 不要误伤生命 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 嫁就好人 女人就不像辅公英了 那嫁就那不好的男人 真的有跟 有跟万坦 那这个夫妻的因缘 那边从哪里来 也有很多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 跟前两天我跟大家讲的道理有关系 来印证 不要随便帮人家出主意 经书里有讲 夫妻的因缘 他来自于过去生 你救了一条生命 他要来报恩的 对不对 所以解草嫌缓以报 等一下 你有看到 或者你伤了他的命的 我恨你入骨 我一定要帮你讨的 两代之间的因缘 都还没有夫妻来的命 为什么 因为你夫妻的年纪都差不多嘛 他可以从你跟他结合的那一刻 折磨你到死为止 这是误伤生命 还有过去生 你自己为前道 为困道 你对自己的老婆 对自己的丈夫 男人才娶妾了 女人没有逃可以下来 古早的允许是这样 你对妾的尖酸刻薄 对老婆的一个不尊重 下一辈子再来 男犯女女犯男 他就来折磨你 那这个误伤生命有什么呢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当年在太原 有一个读书人 这个读书人姓王 他有一次到庙里去制述 古早的人读书复考 一定都记在庙里面 庙里面是不杀生的 那主厨呢 他养了一只老鼠 不是主厨养的 是老鼠常来庙里面吃东西 主厨不杀他 主持啦 不是主厨啦 真正惨 主持啦 不是造派的主厨啦 那些庙里面 那些庙里面 好像我们丁城书 那样的意思吧 不杀生 对不对 不杀生 他就会有时候还拿东西 一碗饭给这个小老鼠吃 那见见小老鼠有没有 就对这个人没有害怕 主持没要杀 其他的小徒弟也不会杀啊 久而久之 这个小老鼠就在这个庙里面 戏给谁来谁去 照来照去 见到人他都不怕 那偏偏这个姓王的读书人 头一次来这楼来 对 他看到这个老鼠了 他要把他除掉了 就像我们觉得看到老鼠 真的很不舒服啊 我们现在是把他装到笼子 外面放还好 对不对 放到隔壁家 不要摆在我家就好 我们是拿到花园 你不能放到人家楼房门口 这样就不可以了 那这一个读书人 也有古早的那种习惯 老鼠不是善慧 他就把他弄死掉了 弄死掉以后 事情就过去了 一只鸟子死了 那主持也不给你玩笑 只是黄米豆腐可怜 另一个人往生之后就过去了 那万事OK了没有 不好意思 症掉了 这样子经过几次的轮转 小老鼠已经可以 脱离畜生道路 那这个男的因为读书名大理 所以一直没有离开人道 那一年那一生又来转世的时候 他就娶了 他从小教他读书老师的女儿 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不漂亮人家就不要了 然后很温水 恰伯伯人就不爱穿 你看哪一个女生在刚跟男朋友认识的时候 她不是假装很温馨 还没有嫁出去都要戴着面纱 结婚以后面纱打开 奇怪何东西 以前的阴森厌语 现在怎么都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以前跟你见面都不吃饱 才没有力量 现在在家里面嫁给你 有没有 每天吃饱没事情 力气很大 就拿来女儿去试验 那个时候发现就来不及了 毁之完毅啊 我跟我先生讲就是这样子 然后她就娶回来 娶回来以后 刚刚开始 这一个女孩子对她先生非常体贴 对公婆很孝顺 但是不到两三个月之后 就开始虐待她的先生 拳打脚踢 不是呵斥哦 然后那个男的一位跟自己的爸妈 以前都带在家里面 怕爸妈伤心 所以在屋里 让她的太太队有没有 这样说她也跟她一声 走会让她爸爸妈妈知道 心肝会疼 回到房间被老婆糟蹋 久而久之大庭广众 老婆那个暴力志气也出来 完全不顾她的面貌 她的公婆看到以后 媳妇怎么样劝啊 不听啊 她就去跟这个女孩子娘家讲 娘家爸妈来劝也是不听 而且更变本加厉 你越欠她越火 你真的有够帅 以前还不可以亲家里面 她一听我 就这样子 可是这一个人的公婆 她有学佛 这样时间经过了将近一年之后 越来越严重了 小儿子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啊 这一个公婆就到庙里面就问师父 怎么办啊 这一定有过去生的业缘啊 师父跟你讲 念经 念经回向给她 于是婆婆公公还要做事啊 婆婆就在她天天念经 天天念 天天回向媳妇 念了一年没有感应 媳妇还是一样 那换成我们 这个没效了 等掉了 好不好 你生孩子最好啊 师父 念了一年没有感应 还是继续 继续后又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出家和尚 在他们家大门口念经 念经有没有念一念 然后她的先生就出去了 有声嘛 三斤报名有声 都要打嘴看看 她的老婆也出去了 什么三斤报名 没有看到老人家 这样洗洗练 她先生把这个和尚请进来 就在院子里 还没站住 她老婆就冲出来 那因为晚上啊 所以就究竟看这个 这个和尚是什么样子啊 结果师父念念有词 这个女的一靠近这个师父 就开口就喷了一堆口水 就出去 她先生吓死 然后她公婆也被吵起 也吓死了 完蛋了 这一下媳妇 不就闹得没完没了 小瓜大事就要这样 跟她做什么 做大会 现在这个黑手 莫名其妙 吐露口水烫到脸上 那还得了 整个会 包括佣人都刺你蛋 没有想这个女的不讲话 看着师父一眼之后 就回到房间了 回到房间有没有 那师父还在那边念念念 那个女的回到房间 不讲话 也没有再出来过 第二天也不起来 太太不骂了 被她骂习惯 后面没有把我骂 好像怪怪的 阿母王 就去蒙了那太太 是不是哪里育体不好啊 不舒服啊 太太也没有讲话 中午也没有吃饭 她说晚上先生又进去问了 这还得了 不吃饭还得了 跟她太太给她洗脸 结果她太太就突然就掉眼泪就可以了 她说她花了一个晚上 一整个白天在思索 嫁给这么好的先生 有这么好的公婆 她为什么无名怒火这么大 昨天师父这样子吐了她一下 她就冷静下来 她觉得自己好忏悟 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先生 对待这个家庭 差点这个家被她给毁掉了 所以她跟她先生跪的道歉 跟她公婆道歉 那那一个的出家生来的时候 那个媳妇不是进房吗 她就把这一段姻缘就告诉了 那一对公婆 你的儿子就是那一个 几代以前那个姓王的读书人来转世 那个现在的媳妇 就是当初在庙里面被她弄死 那个小老鼠 所以烟家露宰见面的时候 有没有她就要报仇了 所以各位勤选 佛堂的生物不能杀 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样子 她有她的因缘在 你只能想办法把她的伤害降到最低 你不能站在万物之灵的角度 就说这个老鼠章火要把她杀掉 你干嘛不要紧 在你干他 但是后来做人的时候 他嫁到什么王 找到什么母 我们就不知道 经书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佛事如愚者不忘愚者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